我感谢毕山社的魏树生社长 请我到台中来 参加今天的 许大师和夫人的新式发表会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本书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就是大家 台湾是台湾的国家 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台湾 我可以学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是谁 谁是台湾呢 这么 许大师 在七十年代 三十多年以前 就写了一本 台湾的写法 许大师 我觉得今天再拿出来 它书里也有 非常有现实力 不只有历史力 而是现实力 那么 这个宪法里头这么想 我们是谁 我们是马来 玛丽 宇系 宇系 佛罗 宇系 柯加 宇系 北京 宇系的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 都是台湾的 应该 各自保留起 独特的文化 和目的相处 四大族群 深来平等 任何族群 不得压制其他族群 所以我现在讲的 也是台湾话 是台语 四大族群的语言 都是台语 我们是意大利 我们就是四大族群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刻 这本书特别重要呢 因为我们一把 2018年 显示了一个台湾总统 这个总统不承认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他说 台湾和中国 是非国与国关系 台湾是一个地区 他说两岸关系 不是国籍问题 是富籍问题 如果说按照常识 一个总统 否认自己的国家 这个人还当他总统吗 可是现在他还当了我们的总统 这就是今天 我们存在的危机 我们的总统 我想我们的许大师 应该送一本书了 给我们的总统 告诉他 你去我们国家的论的话 你首先要承认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但这个问题 今天为什么严重 因为不但是我们的总统 不承认我们的国家 对我们总统不承认我们国家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一部分人麻木 没有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一部分人的绝望 那我最近收到一封信 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 是一个台湾的留学生 他在德国出学 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 几星期前 我去了威马 在那里 一直让我想到台湾 威马附近有一个集中营 在纳粹时期 不是用来办犹太的 也用来办政治办 看看威马的历史 如果失去民主 是台湾的宿命 那也只能接受 如同1933年 到1999年 1990年的威马 就是说 台湾的命运 可能就像威马一样 那怎么办呢 只能接受 那不就是绝望吗 那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会一直当一个反抗的声音 期待有一天 这个反抗的声音呢 成为建国的基础 我这就是逃避 放弃今天 把希望放得不知道哪个明确 这是一种态度 绝望 还有一种呢 基短主义的 可以说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一种崩溃 就是说 心里头 他根本不可以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 要作战 怎么作战 那前 前过去我参加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上有人家 有一个严群人家 我们今天 开始就是独立战争 那也有人呼应 也有人呼掌 那么我就想 独立战争 你跟谁打仗 如果说台湾有独立战争的话 这场战争已经打过了 什么时候 1996年 2001年 那个时候我们 台湾人们团结起来 终结了 共云党的外人争权 实现了主权 在里面的一个自由民族国家 那有要有个自由之家 下面有个校园来台湾 就是从这次学习以后 把台湾 从过去的认为不自由国家 这根本不是国家 是 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 还有2001年 和平转移 如果说台湾有独立战争 这场 这个战争已经打过 而且是 和平的 实现了 国家的 转移最权 今天如果要打仗的话 跟谁打 跟国家打 那么台湾这个独立国家 我们的国家 中国也这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要去打中国 那我们就是台湾 请热 请热战争 中国要是打台湾 那中国请热台湾 那请热战争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反请热战争 我们的卫国战争 保卫我们的自由 保卫我们的国家 什么叫独立战争呢 我们早就这个独立国家了 马英九就是不承认我们的国家 这个是独立国家 独立主权 如果我们自己也不承认 那我们怎么能让民众 去反对马英九都不承认呢 所以这样一种极端的独立 正好跟马英九都不承认 走到一起去 今天 面临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是说这样的 只要坚持没有不可能 只要坚持贪奸 没有不可能 就是回到我们许大使的立国 所以我们希望许大使 继续完成这幅宪法 然后把它给我们 台湾两千三百的明明 通过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效忠的一个 混争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总统宣誓的时候 就是拿着其他 这股权力通过的宪法来宣誓 不是拿那个 中华民国宪法来宣誓 中华民国在哪里 这简单早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团结 我们要承认 我们只有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台湾 我们不存在 绿色的台湾 蓝色的台湾 不存在 不存在国民党的台湾 民进党的台湾 也不存在 古老人的台湾 客家人的台湾 民进党的台湾 外国人的台湾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要出卖台湾主权 绝对不是 某一个族群 而是 极少数人 现在在 北京的 连战 现在在北京的 国雄 还有我们不存在台湾 自己都宣布下来 马尼就不信 不要把他 网路人的台湾 冬月 劉